为了解决秀林乡境内目的不足的情况 秀林乡公所殡葬管理所三年前就在各部落进行宣导的工作 而在去年获得了米亚湾部落会议行使同意权的时候 也获得了村民过半的同意 在今年的9月份就要开始实作 而4号秀林乡公所民政客、建设客、殡葬管理所 秀林乡代表蔡培火、湖南村长和德标的厂商 特别来到了县地进行会刊的工作 进行最后一次施工前的沟通作业 而未来米亚湾、纳谷墙将会成为秀林乡的示范 2019年3月14号米亚湾召开部落会议行使同意权 在主任们投票之下有班数以上获得认同 来勤建米亚湾、纳谷墙的中道工程一案 秀林乡公所在去年度编列预算 在今年度就要开始施动工施作 而在施工前的沟通作业 4号上午秀林乡公所建设客长过红城 民政客长何文中 殡葬管理所所长林佳文、秀林乡名代表蔡培火、湖南村长 并且前往苗湾公墓来进行双方面的沟通作业 感谢乡公所这一次把比较大的经费放在我们苗湾做这个纳谷墙的工程 因为坟墓越来越不够了所以先把苗湾的纳谷墙做好以后也做其他部落或者其他村的示范 因为我们的旭林乡的纳谷墙还没有做出来啊 在那个民友那个地方还没有做出来 所以各部落陆陆细细可能会要求盖纳谷墙 因为是坟墓饱和的状态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几乎每一个部落都会带纳谷墙 我们希望把苗湾的纳谷墙做好一点 平和一点 比较温柔一点 然后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子 让我们的村民也觉得 我们部落的居民也觉得很安定的感觉 就是我们也风水上也不会破坏掉嘛 所以这是我们村民的一个想法 不管是前后的乡长 再怎么样还是感谢我们这次的黄梅各乡长 能够让我们这个案子都来通过 已经等了两年 这个纳谷墙可以讲说是绣林乡第一做的 可以拿来做示范 可以请所有到时 建构完成 都会请各村的村长以及林长 以及所有的地方人士来这边观摩 来边看一看 这样就我们九个村 我想一定会 出民 湘民一定会同意建设所有九个村的纳谷墙 匈文湘我们可以表示 新建明耳湾纳谷墙 就会成为匈文湘建的示范区 往共之后 大家就可以就进来参观 就能够实际了解到整个纳谷墙规划的内容 匈文湘公署也会持续的推动 并上多元化的政策 让匈文湘成为全国示范的城市 连结束щико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